今天是最后的八场 定机会还有凌晨三点钟出站的小果豆 这是老对手了 罗伯特米尔金斯 自从直播的公安菜 在夺冠以后 描揍是不是比原来要更稳了 不紧不慢的 雷厉风鞋 另外感觉最近的米 他这个耐心也变好了 原来这种球形不好的局面的时候 他拼得要多 现在耐心变好了 他现在打球就跟着这些球形在变化 现在老米的 第一局球形就看起来不怎么好 这样是边打边截了 老米挺好 这个黑胶就算解开了一点 再多倒半个就全打了 我这边打了 我这边都打了 我这边打了 我这边打了 现在也没什么机会 只能尽量的去抓一些先手 第一局 他不至于会打这样的 比较亏稳的球 力量还差得有点多的 订阅位置 红队底带高级再看粉球的中带有没有 订阅位置两个事情都看了一遍 现在粉球是流的角度的 所以是不是在点围 其实都不会有太大影响 这个打击就把正下红队的位置给开了 咱们可能看不到几个抽签的现场 晚一点的时候 如果有抽签的结果了 我们第一时间 在直播间给大家分享 发力三扣的绕过 这个力量 希望更大 再大一点 这个粉球下方的两颗球都能接了 就着这种好打的球 先打 分数 这个得分的优势 要做得更高一些 好球 轻力的这种推根 也是十足的要捏把汗 没办法 只能顺着这球 一颗一颗的叫 直到这个球形单叫 叫不动为止 但并非像刚才所打的这套球的位置那么好打 叫位的细腻度要求变高了 向上 右侧边裤还有一个单角 这个角度推过来 可以先叫右侧边裤 然后定机会也再仔细看 这靠近代口的这个底部 都行 看看粉球有没有被沾点 这个时候丁清晖更希望是沾点的 因为他设计了底股球 弹起来 这个角度比较大 再解开这个球队的 右侧这个底股球 或者是左侧红的单角 现在进入正赛中国球员只有三位 周月龙 徐思 还有吕浩天 我真以为这球进了 老米之前的减销犯规 现在有51分的优势 他也真是没办法 这底股球死球太多了 自己落后我这一分 一颗一颗的来拼 拼纠错 他还真拼不赢 这个船就穿得漂亮 推进 让木舟到底股的位置 还是有点厚 不怎么舒服了 带个红球不难进 打一点小灯杆的效果 底线58 就是没留舒服了 他们也67 累前58 底线会打进 如果红球打进一个 就连分 多进一个材料就超过 两个红球中间 就不会刚好打到进球吧 应该是有进的 但是没打准 粉球又被锁住了 现在有一个红球 可以去找黑球的效果 还能开除冰箍球呢 中带机会 好球 蓝球 直接登进交位 这就是脚的真细 这就是脚的真细 感谢观看